2024年1月21日,星期天,农历12月11日,每日新闻简报。 加拿大新闻 1.一名60岁的华裔女性在Mondrio Trudeau机场因携带近5公斤海洛因而被捕。 法庭判处她12年监禁,尽管她未承认罪行。 2.Moglo确认停止对即将过期商品达50%折扣,引起国会重视。 新民主党议员呼吁加拿大竞争局对其采用的反竞争定价策略展开调查。 3.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建议消费者停止使用存在过量风险的儿童退烧药。 产品含有比标签上描述更多的对已先安积分。 4.一名15岁少年在约克地区的Major McKinsey Drive以南的Western Road段被车辆撞倒,紧急送往创伤中心,伤势危及生命。 中国新闻 3.学生公布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学术造假证据,指控教授将数的实验结果转移给朱。 教授被初步认定存在学术造假行为,调查仍在进行。 4.江苏常州易金属公司生产车间发生粉尘爆炸,造成八死八伤。 涉事企业成立不到三年,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协助救援。 5.河南南洋一学校宿舍发生火灾,13名三年级学生不幸遇难。 学校负责人已被控制,警方初步怀疑是电暖器引发。 6.云南一地,有人站铁路上打电话逼停火车,造成列车晚点6分钟。 警方介入调查,寻找涉事人员。 7.河南交座广场,发生燃放烟花爆竹意外,三人受伤,其中一人胳膊被炸飞。 伤者已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 8.中国去年11月增持124亿美元美债,持仓总额达7820亿美元,连续7个月减持趋势终结。 国际新闻 1.两名谷歌工程师夫妻在美因被裁员双双身亡。 圣克拉拉县法医验尸官办公室判定为谋杀自杀。 案件细节显示陈枪杀妻子后自杀。 2.日本黑金丑闻金额超17亿日元,自民党内三大势力同日宣布解散,首相岸田文雄就此向国民致歉。 3.日本的无人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但太阳能电池故障,限制运行时间。 与此同时,美国的有损月球着陆器已在地球大气层烧毁,任务终结。 4.韩国仁川新建地标,被指涉嫌抄袭中国广州塔,引发国内争议。 仁川方面否认抄袭行为,引起民愤。 5.巴基斯坦和伊朗在相互空袭后表态将全面恢复关系,一致同意缓和局势,伊朗外长获邀访问伊斯兰堡。 6.红海地区的航运问题导致欧洲多家汽车工厂停产,红酒价格上涨,船运费持续飙升,影响全球产业链。 7.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将访问千岛群岛,媒体称此举可能成为历史性事件。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1.根据《环球邮报》的分析,截至去年9月底,加拿大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追讨疫情期间, 冒领两大福利金CRB和CRB的管项,总额高达112亿加元。 目前已追回41亿加元,然而尚有71亿加元的已核定超额支付款项仍在持续地收集中。 沈记长在2022年12月的报告中估计,联邦政府向不合格个人过度支付了至少46亿加元, 其中还包括了CRB和CRB以外的较小疫情计划。 沈记长的报告还明确指出,政府有必要对可能存在的121亿加元的疫情过度支付给个人的金额进行深入调查。 政府在推出CRB和CRB这两项福利金时,决定对申请人进行有限的资格审查, 以维持流程简单并能够快速提供财政援助。 尽管当时政府警告福利金受益人在未来会进行更深入的核查, 但这种简化的做法也引发了争议。 一些公共政策专家认为,这是向有需要的加拿大人迅速提供财政援助的必要手段, 但其他人则批评政府的资格控制不够严格, 使得不符合条件的人轻松获得难以追回的资金。 总体而言,沃泰华在2020年和2021年通过CRB和CRB这两项福利金, 共分发了1032亿加元,其中CRB占了总额的三分之二。 根据联邦法律规定,政府有最多三年的时间, 从支付福利金的时间开始进行资格审查。 截至目前,加拿大税务局已经收回了17亿加元, 但尚有59亿加元的CRB和CRB债务仍未偿还。 文件显示,截至去年9月29日, CRB和CRB的债务尚有59亿加元未偿还。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由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管理的CRB的偿还。 对此,加拿大税务局透露, 截至目前,约有88万3千人仍然欠着CRB或CRB的债务。 而在这其中,近20万5千人,约占23%。 在2022年的纳税申报中,报告的收入低于5000加元。 二,2024年1月1日,中国驻美国石领馆发布了一则消息, 宣布放宽前往中国旅游的签证要求, 为在美国的人员提供更便利的申请流程。 然而,这一好消息对于像迈克这样的美国公民来说, 却带来了矛盾的心情。 尽管签证要求放宽, 美国国务院网站对前往中国旅行的警告, 却让他犹豫不决。 美国国务院网站将中国目前列为第三级旅游目的地, 并建议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旅行计划。 对于计划前往中国的迈克来说, 这增加了一层担忧, 尤其是考虑到反箭叠法的存在。 迈克在采访中表示, 他身边的人对中国的了解有限, 因此他在网上咨询了许多人 关于是否应该取消旅行计划的问题。 然而,得到的建议却不一致。 一些人认为, 只要不公开反对中国政府, 中国旅行仍然安全, 甚至比许多美国城市更安全。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中国政府可能对外国人采取限制措施, 尤其是在当前紧张的中美关系下。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迈克尔·麦考尔在回应中国签证政策宽松时, 强调了前往中国旅游的潜在风险。 他指出, 根据去年6月发布的旅行警告, 中国被认定为潜在风险区域, 要求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陆的计划。 反间谍法的修订也在让前往中国的美国人望而却步。 全球卫视咨询公司的高级情报分析师 则夫法因突起表示, 由于美中关系紧张和反间谍法的实施, 前往中国的美国人可能面临拘留和其他潜在风险。 他建议在美国政府、军方、情报部门、外交部门工作,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反对中国言论, 并且与中国有关人权问题的人, 在考虑前往中国时谨慎行事。 虽然中国在签证政策上有所放松,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在修斯敦从事国际贸易的美籍华人李满表示, 即使签证要求有所放宽, 办理签证时仍然需要提交大量个人信息, 而中国对外籍人士的限制也在不断加强。 尽管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旅游促进措施, 但美国人前往中国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回升。 这一情况表明,尽管签证政策放宽, 但其他因素仍然让前往中国的美国人望而却步。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明天见!